记者温鱼的台北报道,前韩社餐营董事长蔡伯府不但与妻子黄敏宣起争执,还牵连大舅子黄白鱼,不但传文字讯息恐吓绑架朱小弟,黄白鱼儿子,还以录音当董贺他妈的奏扁,事后被依恐吓罪起诉。 蔡首度出庭时任罪,并表示有诚意当面道歉并和解,但大舅子不予理会财未果,法官当时与知全案改简易判决,台北地院金一恐吓危害安全罪判蔡拘役40日,得一颗罚金4万元,可上诉。 时任董事长的蔡伯府当年娶自家员工黄敏宣曾传伟家话,却因一名李姓超讨男业务而变调,据悉,李南2015年在餐厅厕所滑倒摔死,其遗霜在整理遗物时,经见丈夫与黄女间的LINE对话很是露骨,虽告黄女妨害家庭,但两早最终和解撤告,黄女或不起诉处分。 而蔡伯府也因黄敏宣外预期争执,顺势牵连大舅子黄白鱼,去年10月28日下午20序连续传讯息给妻子,内容包括我等等就叫人绑架猪小弟,黄白鱼之子,叫你哥哥小心一点,如果小孩难敢带走我就放火烧奶妈妈光复南路的家等雨,而黄白鱼恰在黄敏宣身旁得知被枪后回传, 你要绑架我儿子我,我现在先去警察局备案,此时蔡伯府再枪我什么事情都做了出来,不要惹我,你等我到你妈妈家放火,并回传录音道 包括我就是恐吓,怎么样,我恐吓你,你以后不要再让我再暧昧看到你,他妈的,妈的,我叫健身教练把你揍扁,他妈的,把你关起来,我自己来揍你 等声音当,黄白鱼事后恐告蔡伯府恐吓,按经检察官侦办后依恐吓罪起诉,法院上月30日排定开庭,庭前虽安排两遭调解,但黄南未到,并透过律师表示蔡豪无道歉诚意,没必要调解,请求法官依法量刑,至于蔡伯府则当庭认罪,法官基于检,便双方均无声请调查证据。 预知改为简易判决,今作出判决。